啊 晚上好 我看看 好像要等 連線 晚上好 晚上好 哎 來了 哈喽呀 嘿嘿 哈喽呀 就我們兩個嗎 應該還有吧 你現在在哪兒 在 在那個房車上 哎 他怎麼比我們白 哈 哈 我跟你講 我這回可以買了個燈 你知道吧 就是我現在手機正前面就有可能 不行 我們不能說 我跟你說 我這兒有個巨大的燈 但是我覺得已經挺清楚了 我這是個小燈 因為之前直播總是也沒有光 然後就是這回讓他們準備了一個 挺行 這是你的新造型嗎 嗯 對 剛摘了眼鏡 戴一天眼鏡 兩邊卡的都是 發黑 眼鏡那個框卡 你這髮型顯得好小 更年輕了呢 那你看看 可以 哎呀 喝點熱水吧 他來了 可以 啊 喝一 啊 喝一來了 哎呀 哈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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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一到你這畫風就變了呢 就都沒發現出來了 您好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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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過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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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還久不見啊 官員 你頭部老頭好長啊 過年 我剛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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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nt 正挺好 正挺好 正 總挺好 還是 是不是还有二位呢 还有两位呢 还有两个人吧 还有两位呢 还有瑞贤 你们在哪 你们是在哪里 我在东北 东北啊 我也想去东北 我想吃麻辣瓣 麻辣瓣 咱就是说了 可以带料给你 那你给我寄点料来吧 行啊行啊 我就回头跟他们说 让你寄点料来 哈喽啊 哈喽哈喽 大家都到齐了 哈喽 哈喽啊 好久不见 过年好 过年好好好呀 瑞贤在哪呢 你猜宝贝 横店 不是 就像我横店的家吗 你又不是没去过 像不像 你想想 你们都去过我家呀 你在北京 没有在青岛 新整的一个 拍戏呢 你在哪呢 我在北京呢 哪 我前两天在横店呢 我刚回来 你现在在北京啊 对 啊 那我回去找你玩 月儿 哈喽哈喽 是我的网卡了 还是大家网卡呀 我不卡 我真不卡 好像 你的卡 就 我现在好了 换自己网好了 这车上有一个移动WiFi 但是不太好用 哇 这么厉害 车上还有一个移动WiFi 等主持人 我们现在等主持人 咱们还有主持人是吧 那 结果发生 主持人没来 我们几个都来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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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先就跟自己介绍 大家在剧中扮演什么角色吧 哈 哈 坚持 李同坚持 哎呦我的妈呀 哈 坚持主持人 对 我得多打一份功 哈 你看 主播 哈 哎 为什么只有李同是主播 然后这些都是 哎 你们都是名声嘉宾 只有我是主播 哈 哈 因为你连 因为你是第一个连的别人吧 我快变了同志们 哈 哈 我不是演员了 我当主播了 好吧 请大家来介绍一下 自己在剧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吧 冰冰冰 你真是开始了是吗 这不应该你先介绍吗 我们等一下 我是今天的主播 我是主持人 啊 主持人先介绍一下自己 对 主持人先介绍一下自己 一般都主持什么 哈 请大家用自己的假想法来说一下 加强化了 小毕 不是应该是你先来吗 嗯 什么东西啊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沙农画 是沙农画吗 主持人怎么迟到了 怎么回事 主持人不见了 我们就在睡觉 我们差不多落着 这刀点都可以说 咱们五个人应该早一吃播 然后等主持人来 咱俩就说了 把我串拿来 我这边上有口串 真假的呀 我看你等会儿啊 我马上就拿了 你现在怎么东北话也这么严重啊 我在东北拍戏呢 他在东北拍戏 你现在东北话嘎嘎的真的 你也差不多 我一直这样 一人分一个 真的有串啊 真的有啊 你这串挺大呀 挺香的 我边上就有卖的 算了我不吃了 一会儿吃吧 你这些晚饭吗 也不算晚饭 哎呀来了 主持人来了 主持人来了 哈喽 哈喽 主持人进来了 哈喽哈喽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 久等了啊 我们的那个连接出了一些问题 那这样 我们要不就正式开始 好不好 OKOKOK 好嘞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支持 酒消寒眼暖的 各位粉丝朋友们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在上一线 上线前一天 为大家策划的 首次直播的活动 我是来自爱奇的主持人杨更 再次欢迎大家 欢迎我们各位主持人 哈喽 哈喽 时间过得很快啊 一转眼 我们酒消都已经拍摄完成 然后转眼间 要跟人家正式的见面了 首先呢 我们也是很荣幸 请到各位主演们 来到这次的直播活动 我们先请各位主演们 从一同开始 一次跟我们打声招呼 然后分享一下 自己饰演的角色 好不好 一同 我今天的角色是那个 扮演的是网络主播 网络主播 很久了 大家好 我在那个 酒消寒眼暖里面 扮演的是苏九儿 欢迎九儿 好嘞 接下来文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毕文俊 然后在酒消寒眼暖里面 饰演韩征 一个狼人 欢迎这个狼人啊 韩征听说是超过60岁了 是不是 对 成年了 是老人 在那个 对对对 他在剧里面很黑 所以他今天你看 这是他的坚持 光一打就变白了是吗 对 有人说就是有人给你评论啊 就说你怎么这个拍这个戏拍黑了 但其实是为了塑造这个角色 特地的把肤色加深了是吧 对 因为本身上的那个底的色号 应该就是深了的 也是为了贴近这个年龄感 和这个角色的 对对对 所以说在齐族的年纪里 他也算是刚成年的一个年轻人 但其实还是有60岁了嘛 对 好嘞 我们也期待一下韩征精彩的表现啊 接下来瑞贤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 我是瑞贤 我在呃里边扮演一个齐国女将军 是一个将军 他的名字叫什么 你说 插蓝 我说 对 你那个名字其实一开始你知道 我看到那个字的 很难让你们说对 很难说对 就如影读是渣 渣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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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像那个哪吒的渣蓝 渣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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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萨的角色是吗 对对对 一个女将军 好 接下来贺一跟大家打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贺一 我在九霄里面扮演的是郡王爷 文俊 文俊 欢迎我们的这个文俊 文俊其实是不是这个大王子 是小王子是吗 对对是二王子 二王子 所以是一个可言可甜的这么一个文俊 然后接下来欢迎马月 月月跟大家打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月在九霄寒野暖中饰演和英郡主 这次又是郡主啊 你好一直演公主和郡主 没有 好嘞 这次扮演的是和英郡主 好 我们想问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送给我们的一同还有文俊 就这次二位在剧中演的是苏九儿和韩征嘛 在中间也有相遇的这个过程 想问一下这两个角色在遇到双方之前 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遇到对方 剧中的对方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这样先请一同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又是我先 不然呢 我觉得九儿她是一个挺软的一个小女生 但是她内心又是挺强大的 然后她身体上呢会有一些寒症 就是她胃寒 但是她就是 我说她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吃 因为她也不能拎东西 拎重的东西 然后也不能跟人决斗 她是一个内心很强大 但是她因为身上的病 所以她没有办法让她去做很多大的事件 然后后来拍到韩征之后呢 就是我觉得韩征给了她很多力量和人生的希望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 苏卷是一个特别可爱 就我觉得我扮演的角色里面 最可爱之一的一个角色 我扮演我的女儿 她是你的女儿 她要出生了同志们 我想问一下 对不对 九儿跟你自己自身的性格 有没有什么比较像的点啊 你觉得 我觉得比较乐观吧 我也是那种那种人 就是就碰到什么事 我都觉得天塌下来 有口吃了就行了 不是天塌下来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所以其实九儿也是这种乐天派的性格 对吧 对对 我是这种乐天派的人 然后她碰到韩征之后 就会有一些新的希望 但是后面她又遇到了一些更大的难题 所以才促使九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大家就是来看剧吧 就不剧透了 就卡到这了 就聊到这 那接下来文俊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角色 这个韩征在遇到九儿之前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韩征在遇到九儿之前 他对前人是有 他是有偏见的 他觉得前人都很柔弱 然后寿命也没有其人长 然后论武力啊论脑力都觉得不行 但是一点点对接触到了九儿之后 发现其实就是大家都一样 也是遇到事情了之后 也是由心而散发出来的观点 包括知道了九儿身体上的异样了之后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追求真相 所以最后跟他搭档 然后就说 我记得是在哪个预告片里面说那句话吧 你负责找真相 我负责让真相见到太阳 这句话其实是很发人深情的 你负责 你们两个其实是有不同的转变的 在这个剧集推进之后 对对对 就像我们之前其实有看到 其实九儿他本身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大女孩 然后他遇到韩征之后 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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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女儿 然后遇到韩征之后 是不是发现 我的世界好像多了一点希望的感觉 那可能因为九儿的出现在这个韩征心目中 他也会觉得说 九儿是这么在乎身边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可能也带给了韩征一些思考 那具体其实二位在我们的剧集中 还会有很多很多共同的经历 我们就等着明天晚上剧集的上线 一同去好好的期待一下 其实我觉得苏九儿和韩征是彼此的小太阳 小太阳照亮了彼此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瑞贤 问贺一和马月 然后你们三个的角色在剧集中有没有什么样 你觉得跟别的角色自己塑造的是特别不一样的点 来瑞贤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他是属于那种一心为国的那种 就是完全像比喻成现代 像完全把职场是放在第一位的 他有很多家族的一些使命在身上 所以这个是跟我扮演之前很多角色 可能不一样的地方 就很有责任感的一个角色 对 明白了 保家卫国 那接下来贺一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角色呢 郡王爷呢 郡王就属于那种 他对国家大事就根本不在乎那种 不敢兴趣 然后在九儿跟韩征面前 其实就是这个电灯泡吧 就是这个纯纯电灯泡 两个人真的把我们整个九霄组都搞成了东北九霄组 纯纯电灯泡 主要是因为文俊和贺一是吧 因为四位其实是这个嗷嗷队的成员 是不是在剧中你们会经常一起去经历很多事情啊 对一起会去办案啊 去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马月 你的角色跟别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角色相比较来说就是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吧 我就是一个纯纯的恋爱脑 然后我的眼里就只有郡王爷 然后就没有别的事情 每天就光想着我的郡哥哥 我要跟他我要追着他我要跟他之中 那你这么说明你这个角色也挺单纯的 对对的对的 光想着那个郡哥哥了是吧 一心只想恋爱 行我们也给大家插播一下预告啊 在明天晚上呢我们的九霄寒月暖 要在晚上八点正式登陆我们的爱奇艺 希望大家可以呼朋引伴来支持我们的九霄寒月暖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多多来点关注 也可以喊好朋友们在爱奇艺点击预约聚集 聚集上线会给你发送推送的消息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几位主演精彩的表演 然后今天也是很荣幸啊请到了各位 因为有的在剧组拍戏 然后有的也是错开时间 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见面这个铺路 所以今天我们因为马上就要上线了 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小游戏 叫做这就是九霄 我们会用游戏的方式 小小的跟大家剧透一波 然后大家听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啊 是这样 我呢接下来会提出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的五位主演会依次举手来回答 就比如说瑞贤第一个举手 就是瑞贤第一个回答 但是有一个要求是第一个回答的人 只能用一个字回答这个题目 然后第二个举手的人只能用两个字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的提问是 我今天吃了什么 我如果是第一个举手的 我就可以说糖 然后第二个举手的人就要吃 说面条或者西瓜 就依次要加一个字 然后我们五位主演依次回答完成之后 谁是最后没有完成的 可能就一个小小的惩罚 这样 大家有没有明白 OK 明白了 差不多来 明白了 可以 好嘞 这样 我们首先给大家提出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九霄寒夜暖中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人或是 是 谁先举手 一个字哦 第一个是一个字哦 我先提醒一下 好 文具 画 画 好 一同 韩征 韩征 哇 嗑到了 嗑到了 好甜啊 贺一 来三个字 三道八 三道八 这个是一个 就很关键的 大家都等着去看剧吧 好不好 好 接下来瑞贤 酒蒸果汁 酒蒸果汁 完全不关心自己的CP 对我只磕 只磕酒蒸果汁 是吧 好嘞 那接下来 马云月 只能顺位第五位了 你要用五个字回答 九霄嗑嗑队 哦 九霄嗑队 你这也是奉献精神的 完全不关心自己 关心另外四位 好嘞 第一个问题 大家迅速过关 然后我们接下来 提第二个问题 速度就要加快一点了 第二题是 在酒消寒夜暖片场 最让你生气的是 回答 开始 谁先举手 好 瑞贤 最让我生气的是 笑 笑 我们一会再来采访 接下来第二个 笑 贺一 大笑 大笑 漂亮 漂亮 好 第三题 第三个回答 按文具 吃火锅 吃火锅 看来这个剧组分文很融洽 接下来第四位 谁来 一同还是马云 两个都想不出来四个字的答案 是不是 最让我生气的是吗 对 最让你生气的用四个字 四个字了 让给月月了 我想了五个字 啊 月月 四个字来 挑战一下 我想一下 四个字 最让你生气的是 没吃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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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吃干上了 真是 因为马云也是东北人呢 我很怕你脱口而出 没吃火锅 没吃火锅 你还行 你给他拿证 没有肚子 是 好 接下来是一同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 韩征吃不胖 韩征吃不胖 不是 可是问题是我相信别人 别的主演们肯定都跟我有一样的观点 因为你俩看那个很多的路透也好 还是你们拍的视频也好 你俩都那个身板特别特别瘦 其实他也很瘦 谁瘦 一同也很瘦 对啊 一同为什么说别人瘦呢 我瘦 但是我吃的胖 但是小碧他是不太容易 你吃不胖 我现在吃的胖 你吃不胖 我头几年还好 咱们从几年前认识你就开始吃 吃饱了这么多年 你跟我说你吃的胖 在通知吃那个主食 我以前咱俩拍那个第一部戏的时候 因为我跟瑞弦 天天给他带那个烧烤的那个 鞋子鞋子 我两个半夜两三点还在吃烧烤 然后就让大家都很恨我们 但是我这几年拍戏就是我 我好像一天我就只敢吃一顿 带碳水的 不是你看 两位拉仇恨的女明星 就别人都偶偶减肥 你俩是完全吃不胖的类型 每天是 我点了串快来 现在追求快乐吧 大家就是开心就好 我觉得体型这都觉得健康就好了 是的 追求健康是最重要的 刚才贺一在回答的时候说 最令你生气的事是笑和大笑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回答 我是大笑 你为什么就是 怎么理解的呢 笑是瑞贤的 因为他想不出别的 因为我们这个剧组很开心 每天都在笑 分威很好 对 我们就怎么会这么开心呢 我有刷到一个 一同跟文俊的视频 就你们俩拍摄一个 你们两人的对手戏 然后你们特别开心 一开机就笑 但是能感受到 你们的那个氛围 是特别特别好的 然后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场戏的故事 后来是谁请水了 是文俊请水了 都请水了 大家 都请水了 都请水了 就是你俩就是奔着 请水去的吧 是不是故意的 不是 有时候我们在片场 就是我们那个笑场 其实我们就是很难控制自己 就是按理说 其实是不应该有这么多 因为也在耽误大家 所以就是为了弥补 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请大家喝水 但是有时候你打到那个笑筋上 可能这几个月里 有这么个一两回 你是不知道自己抽什么风 然后那个小B 他就经常一要笑 你们几个知道吗 你们跟他拍对游戏 他喜欢锤自己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整个中要裂了 你就觉得更好笑了 他还让我们去打他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 使多大劲 再把他打坏了 怎么办 破到一个笑点了 所以就叫那个避世防笑场法 对 没事给一下 垂胸顿俗 对对对 其实说明那个剧组氛围很好 然后还能给我们剧组的小伙伴 谋福利 还能请水 你看一举两得 偶尔来一次还是很开心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提下一个问题了 也是刚才依次回答的这个问题 请大家推荐一下《九霄海夜短》这部剧 也是一二三四五个字 谁先回答 我 你先来 好 一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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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马月先举的吧 马月 好看 好看 好 接下来是文具 贼好看 贼好看 好 接下来第四个字 四个字是谁来回答 他肯定说贼浪好看 没钱 嘎嘎好看 嘎嘎好看 接下来 贺一 傻碗 纯纯贼好看 纯纯贼好看 这个剧组寒冬北亮很高啊 就是一个氛围很好的剧组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晚上八点 准时来我们的爱奇艺 收看我们贼拉好看 嘎嘎好看的 九霄寒夜暖 是吧 好 那这里呢 我们要跟我们粉丝进行一个互动啊 请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在弹幕区发送关键词 听好关键词啊 会给大家谋福利 关键词呢 是 九霄寒夜暖 0225开播 大家可以刷起来 我一会儿呢 会在三生之后进行截图 我们会选出三位幸运的观众 然后呢 我会读出你们的粉丝ID 在五个工作日里 我们的官微微博 会联系你们 为上送上周边的小福利 请大家刷起来 好多 好多我们五位主演的粉丝 已经在刷了 那这样吧 请一同帮我喊个321吧 然后我来截图好不好 好 我看到大家在刷了 九霄寒夜暖 0225开播 大家记住哦 就是明天八点钟 好 321 好 我截图了 让我来看一下是哪三位 大家听一下ID啊 恭喜 Happy66 第一位 第二位是 何小俊 是我的 那个老婆啦 这三位 恭喜你们 获得了幸运的这个 福利 然后我们的官微会联系你们啊 我主动提供你们的这个信息 跟你们建立联系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通过刚才的小游戏 其实对我们九霄剧组的 这个很好的氛围 已经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我们趁了大铁 要跟观众们来聊一下 分享给你们一些 台前幕后我们剧组的 一些好玩的事 这里有提前收集到 很多粉丝的提问 我们在直播间要问到 我们几位主演 首先问一下一同 就是拍摄九霄黑夜暖时 你还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吗 最深的一场戏 不会是刚才笑的那场吧 那个也很深 其实好像很多 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 我跟吊威亚 就是他带着我 我觉得好像预告里面有吧 有 有那场戏 吊威亚我好像看到了 对 我说 但我去去就飞几圈 小B是一起恐高的一个人 就是他 我跟他上到二楼上 他那个腿在 真的在抖是吗 然后那个时间好像是天气特别热 可是呢 我是一个特别 在高空当中 就会很兴奋 很嗨的一个人 我就非常喜欢这种身上腺素 突然加 加速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就是那场 是他带着我飞 带我是兴奋 但是他是觉得就是 每天都在飞 应该不会出现那种 很害怕的表情了 但是我那天一转他 一转头看到他是满脸汗 但是我们用的那条 不是那个 他那个汗已经 从这儿已经开始一滴一滴 一滴往一滴 然后手也在 你这也都渗透了 对 他巨恐高 那个好像给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我一转头感觉 他嘴煞白 是真的吓掉 哦 但是这确实是很恐高 因为恐高的人拍高的打戏 是很会 我特别能理解恐高的人 他掉到威亚上 就比如说 二层三层以上 他们的那种恐惧心理 其实还是得很难克服的 哦 所以其实拍对手戏的时候 你是不是给了他一些支持 有鼓励他吗 让他 小逼加油 他一直在转移我的注意力 他一直在跟我说话 我已经吓到不想说话了 他一直在说 后来好像聊着聊着就 哎 好像还行了 转移了点注意力 好像还行 好像存存的就不那么恐高了 不那么恐高了 存存挺棒的你 对 好嘞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于文俊 问文俊 在拍摄过程中 你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或者遗憾的事情吗 难忘的事情 或者遗憾的事情 我觉得 我在组里的时候吧 我俩想 我跟同姐 我俩想套路一下贺一 没套路着 你这个 你想套路他什么 情水吗 还是什么 那太多了 那就是 傻 傻 那个大家到时候看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在剧情中 也有些套路贺一的地方 是吧 其实我有看到 那个文俊在拍 一同有什么想说的 分享一下 和文俊 就是贺一那个角色叫文俊 就是文俊是一个 我觉得 很单纯的 很可爱的那种角色 所以我们两个 去套路他的时候 那种三个人之间出来 那种效果也挺好 很好玩 所以在剧集中 你们三个也有很多 发生的这种小故事 可以跟我们期待一下 我有看到文俊 在拍那个打戏的时候 因为你 掉那个很高的威亚 要拍很多很多条 才能完成 这个打戏的部分 因为其实对于 孔高的人来说 他那个 大家能听到声音吧 一同应该是就 插了个电 充电了 对对对 我没电了 我现在等 没事你们聊 我马上我充 好嘞好嘞 我们想问一下文俊 就是自己在拍打戏的时候 是怎么克服 这个恐惧的心理的 因为你又恐高 然后我看到你 也是一遍一遍的在坚持 完成那个打戏的过程 我觉得 再害怕 活还是得干 对 我印象 印象比较深的 有一场 打得比较凶的 我在那很高的城楼上面 那真挺吓人的 但是 还是不能带着自己的情绪吧 很开始了之后 大家不能等你 不能因为你害怕 就耽误大家时间都很热 所以就尽快的 把它都搞定 也是想节省大家的时间 所以就自己 就算恐惧也得坚持住 对对对 好嘞好嘞 谢谢文俊给我们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的瑞贤 因为这次你饰演的这个角色 在剧中的服装 是特别出载 很亮眼的 想问一下 你对他的这个造型和装造 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次的衣服 其实蛮特别的 然后他的造型 就可能跟传统的那种 也不太一样 他会有很多那种 结合那种旗族 他就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 他可以有很多自己的创造在里面 然后他大多都是以红色为主的 就是那种人群当中 一眼就能看见那个存在 亮眼 所以其实这个红色的色系 也代表着他的性格吧 对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瑞贤 这次的精彩表演 接下来来问问贺一 贺一其实年龄比较小 是吧 在剧组中 是不是你是比较 年纪比较小的算是 是吗 是吧 应该算是吧 然后有粉丝给我们发来提问 就说 问你自己怎么觉得 你在这个团体中 包括RO队 包括剧组的这个团体中 你是算是团宠还是团妻呢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团宠还是团妻呢 我觉得是团炮吧 团炮什么意思 这是团你的电灯炮 哦团炮这么解释 就是人家两个甜戏啊 人家里的甜戏 十场里面有七场我都在 哦 我都在旁边 我就露个大脸 我在人家看着 我就想捶我自己 那你这个反应很难演啊 还好还好 就是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 吃瓜的电灯炮的表情 是不是 我们期待鹤一 我们的郡王爷的精彩表现 接下来问一下马月 马月这个是 因为你是压轴嘛 重任交到你的手里了 我们也知道明天呢 我们的九霄寒夜暖 就要正式上线了 在晚上八点 所以要交给你的问题是 能不能给大家疯狂的打高 安利一下我们九霄寒夜暖的这部剧 嗯 好 我觉得我们九霄寒夜暖 不仅有很多什么奇谈怪事 还有我们这种甜甜的恋爱 还有我这种什么 纯纯的恋爱脑 然后又想追又追不到的这种故事 然后总之我们的那个剧 就是有非常多好看的点 和好多好看的线 所以希望大家明天可以准时 关注我们的九霄寒夜暖 好嘞 再次感谢 感谢月月的推荐 然后我们要感谢今天瑞贤 贺一还有马月跟我们的陪伴 我们最后请我们的三位主演 依次跟我们分享几句 然后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因为今天我们的 一会儿还有几位朋友要陆续连线 跟我们进行直播 所以可能贺一 瑞贤 马月一会儿要稍时离开 大家也可以继续用自己的账号 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聊聊天 来 首先瑞贤 我觉得就是明天这个剧就要上了嘛 我觉得大家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剧 首先可能它的各个方面都是 跟你之前的看到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会很用心的去创作的一个作品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喜欢吧 好 希望大家支持九霄寒夜暖 接下来贺一 非常感谢大家 明天可以带上你的亲朋好友 来支持我们的九霄寒夜暖 来看我们的存存寒夜暖 非常好 好嘞 谢谢贺一的打call 接下来马月 我跟大家一样就希望大家可以明天 关注我们的九霄寒夜暖 然后接下去可以看我们后面几位主演的 大家一些聊天互动 然后多多关注我们九霄寒夜暖 谢谢 好嘞 再次感谢三位主演的分享 然后我们谢谢依童文俊一直陪着我们 我们要跟瑞贤 跟贺一 跟马月暂时的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每天见 拜拜 拜拜 嘎嘎厉害 嘎嘎棒 嘎棒 嘎嘎棒 好 我们一会儿呢 要把重任交给一同了 因为一同呢 要帮我们再连麦我们三位主演的好朋友们 大家也会陆续进线 跟我们来打招呼聊天 我们来研究研究 哎呀 我这是纯纯电灯泡了 好想离开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是那个 上面写的是你是主播了 因为你连着大家所有人 你是第一个发起连线的 哦我是第一个 对 因为你先连着 哦 刚才我也弄错了 是因为我直接开直播 我应该不开直播 直接来点一屏 连来 哦 就是 哎 帽磊哥进来了 那么三二一 哇 楼呀 欢迎福老师 楼呀 欢迎欢迎 还有一位是不是 我们看看谁还没有进线 一同那边有收到吗 有收到我们 适责的 我收到 哎没收到 还没收到是不是 我们也看看工作人员帮我们联系一下 适责看能不能进线 这样我们先那个 接着我们的流程往下走 我们先来了 进来了 进来了 师傅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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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刚才那个瑞贤 贺一还有马月陪伴我们度过了前半段时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也有请出了 士泽 帽磊 还有十二老师 跟我们陪伴下半场 我们先请我们的士泽 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杨士泽 在剧中饰演的是前卒的大皇子 文英 哇 士泽那边声音怎么这么有磁性啊 有种回音空谷回声的感觉 你现在对 黄年小 黄年小 好嘞好嘞 接下来帽磊哥 跟我们打个招呼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默年 在剧中演 李一同的《亲戚干爹伏道》 哇 欢迎我们的伏道 今天戴帝演的剧演 我还有点不适应哦 我daddy第二次演我daddy了 哦 已经是第二次了 对第二次了 好 我在他知道的第一个戏里面演他的 那个那个演是《亲戚》 那个《亲戚》 对 这回是《干爹》 对 哦 所以这回是干爹 两次演我们一同的长类了 每次在这次 我们忘了老师 跟一同再去这个表现啊 接下来我们请十二点 怎么都有回音啊大家 对对 都有回音啊 感觉我们在山洞里面直播 对哦 大家都在插个耳机 把我耳机 我们山里的洞里 试试看耳机要吗 我身上都没有耳机 我没有耳机怎么看 大家都听到了 闻上回 好大 好大 再再再说 你把的声音 好像是扯天带进来 不是我这的 不许了还是有 不许了还是有 可以了吗 哎 还是有一点 还有一点 可以了吗 现在好一点点了 我能说话吗 哎 可以 我没事 可以 你没事 我没事啊 挺好 哎 你可以 来十二姐 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十二 我在军中演的是 珠 闺蜜和平居 花花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可爱 会穿花衣服吗 花姐 花姐 对 怎么听起来感觉很八卦的样子啊 这个姐 就是特别 谈恋爱的事 哦 有点心灵导师的感觉 对对对 那十二姐 就是那种 调节 哦 调节气氛 可是跟十二姐 现在生活中 也有些相似的部分 会跟我们分享很多的 这个新经验 对对对 好嘞 接下来有几个问题 想问到新进入直播间 我们几位主演们 可能稍微有点回事 大家要继续的听 这个回声 我们先来问 这简直就是在立体化 杨士哲 我现在说话有回声吗 就他没有 他没有回声 就你说话没有 哈哈哈哈 那是不是你的问题啊 我们刚开始没有回声 我没开东西啊 这只有一个手机 不是 就是个那边很清楚 应该是 应该是谁的 他的反响声音很大 声音很大 所以一直在回 一直在回 不是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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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我们问一下施哲啊 想问一下施哲在九孝海暗中 这次饰演的是文英吗 嗯 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 跟我们分享 呃 就是有一场戏 但是是我和文俊拍的 但我没告诉过他 那场戏我其实差点笑场 就是那场戏呃 在哪拍的我先不说了 大家回头可以看剧的时候 对好入座一下 呃 剧情大家就是我去找他 然后呃 因为我想暗示他 我跟他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嘛 然后我就得意味深长的看着他 然后呢 他就觉得我在挑衅 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明白我话里有话 所以他是从坐下 然后到站起来一个过程 然后当时我就没考虑到 因为他身高比我高一点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演戏的时候 我的心理状态就是 呃 说呃 这个起来节奏完美啊 嗯 平视了 哎 怎么还能高呢 别高了兄弟 就当时这样演下来的 啊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呢 呃 因为我特别怕演成什么 因为我要盯着他看 如果他太高的话 我就会像 看升旗一样 就是很重演成很崇拜的感觉 就是 就是这样 你等我了吗 我演成很喜剧 你也挺辛苦的 你每天跟他这么高个子的人 一块演戏 我跟小B拍了这个戏之后 我颈椎病就治好了 哎 那你看看 你这不挺好 就每天都这样 他有冰票呢 是吧 我无归博了 嗯 对我没敢没敢告诉他 我怕因为他有画面感以后 我俩一块笑场 就能拍 啊 哈哈 所以世泽 等播到这场戏的时候 你可以在微博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 这场戏的幕后小故事播 可以啊 好不好 嗯 好 那等到播到的时候 我们来 注意关注我们世泽的微博 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跟我们分享啊 嗯 好 接下来问一下冒雷哥 因为其实你们剧组氛围特别好嘛 我们一般拍摄的时候剧组分为好 主演们互相之间就会拍很多搞怪的图片啊 或者丑图 想问一下冒雷哥在这个剧组有没有互相拍摄有意思的一些这些片片 为什么 我跟一同这么熟 我跟一同这么熟 我都不敢 你熟对熟 你万一拍人家 突然冒出来一颤红绣张 你不许看 你怎么办 很尴尬 啊 这次来跟一同就越来越熟 然后 还有一个黄色的他的角度 偷偷的拍了我 但是有好几个就特别经典的 在门缝里外看着 还在偷偷喝酒 后背他的小薪努力 说不定赵老师都没有拍到的好风景 他那个小薪努力 还是蛮短的 抓拍的好玩的电话呢 那一同跟我们就互相相扯照吗 互相相扯照 我看你能做你来买 没在听听的说啥 没听听的说啥 我给你销毁一下 没到位我就给你发去惹的 什么什么什么 手耳机怎么销这么甜心 全扣的他呀 他说你要去准备一下巨额资金 你特别多丑照等你来买买来 啥 多买吃的也可以 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觉得是丑照的东西 你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看 你会觉得并有智障 真的 那你撕下 啥都带给你 我一会放开 我组个群给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没有文具 别人都在里面 哎呀 好嘞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一下 你说首次的角色 你演的这个角色叫做阿花嘛 然后想给哲二姐再次选择的机会 除了阿花之外 让你认选一个角色 你都可以直接演 你想演这个角色 所以 吃蓝嘛 女精精精 所以生活中只想当女精精 想要出载谁的人生 哈哈哈哈 这两个女生为什么突然笑起来了 就是这个性格非常异名 整个的那种 整个的那种 整个她的那种气质 包括她整个角色的 呃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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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真正的感觉 很喜欢 所以说明 郭老师成竹子里喜欢那种很大的女生 大女生 真的那种感觉 好嘞 今天其实请到了五位主演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大家来一起互动玩一下 这个游戏叫做我有你没有 大家听一下游戏规则 我们每一个人呢 会以色色的身份说出一件事 如果这件事是你发生过 别人也都发生过 那别人就要断个手指 我们一共五根手指 谁先断完 谁就是输了 输的这位主演呢 会有一个惩罚 而且这个惩罚 是我觉得这几个游戏里面 惩罚最严重的 所以请我们的五位主演 要好好的认真玩这个游戏 好不好 好 好嘞 属于酒消残液暖的 我有你没有 即将开始 记住是你的角色做过什么事 别的角色没做过 不是你个人啊 嗯 好我们从一同开始 不是不是 嗯 我有习俗的男朋友 你们没有 哈哈 那除了一同都断 我有啊 你有车啊 这个是我可是有感情限的 可是 我昨天呢 我这个大大 哈哈 有没有 大家自己说话吧 但是 哈哈哈 把自己给盘住了 到底丑二姐 有没有 歧嘱的男朋友 但是丑二姐 他这个 方向不平确 哦 就是有点感情没确定 对对对 他是想有 但是没有成功 哦 他追了一个 歧嘱的男朋友 要么就是 行 那这样吧 我觉得善善有 可以可以 那就除了不老师和一同我们别人断一个头指 好 接下来 我会瞬间移动 不会瞬间移动的断头指 哎 你怎么感觉无法我后面的事情都凑着 我也会了 我也会了 一同也会 你不记得了吗 我也会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嗯 那我们的茂雷哥你也断一根手指 然后是不是也断一根 我会啊 我为什么要断 茂雷哥两个了 我两个了吗 茂雷哥两个了 两个 哎可以可以可以 记律委员傅老师 好 接下来说 你 你有我们要的事情 好好 我有一个又聪明又美丽的女儿 你们都没有 好好 这个真没有 这个真没有 好像是 除了茂雷哥都没有 这个我愿意断 好 好 接下来细则 哎 我是有一个 前足二皇子的弟弟 哦 这就弊断吧 是不是 还有俊王也 没有 那确实是没有啊 好我们自决断手啊 接下来傅老师 我有九萧城的小灵通的称号 你有九萧城的小灵通的账号 没有这个账号的人 称号 称号 小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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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五金结合了 哈哈 你这账号是小号吗 小号 接下来一桶一桶第二轮 哎等一下我刚刚没到 我算是小灵通 朱卷儿甚至 小灵通 朱卷儿 不太太 嗯 眼睛 为什么文句就是一阿 因为我已经掉了呀 哎不对 那我是二应该 对对对 刚刚都应该断一个了 那我是几啊 你是二 你是二 哈哈哈哈我们都是二 哦不是我们都二 哈哈哈 我是一 然後又新的一輪去嗎? 對 所以現在比較危險的是文具 看看一同能不能出一擊擊擊中 把老幣給打倒 老幣有點危險 還有什麼? 我有一個充電寶 也叫做短手寶 你有一個充電寶 在劇中? 對 老幣你有充電寶嗎? 我有那個降能寶 降能寶 跟他解釋一下就是 韓正就是蘇九兒子 暖手寶和充電寶 這個直播我們都應該消失 就應該留他倆 哈哈哈哈 好 那既然有一個充電寶 你碰到當時蘇九兒子 就可以給蘇九兒子充電了 啊 所以它是韓正智蘇九兒子的續命神器 明白 這設定當時特別吸引我 具體的到底怎麼續命的呢? 你們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就知道了 然後大家可以點點預約 看看我們的九孝凱暗 準時上限的準確 接下來呢 我們要很不幸的宣布 文俊成了這一局的輸家 我們這一局的懲罰呢 是 閉文俊要當著我們其餘的幾位主演 面 來一個鬼臉三連拍 鬼臉三連拍 對 本身我們寫的是醜臉 三連拍 對 就是抖怪的 或者半醜的都可以 三連拍 搞醜了 嗯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一個還有啥 我還想 我還想 嗯 這個 這個可以 好想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給文俊鼓掌好不好 我們的鬼臉三連拍挑戰 然後這個連文俊是完成了這個挑戰 那麼到這裡呢 其實我們的直播即將進入尾聲 然後今天呢 我們的後半場呢 是有茂蕾哥 有胡老師 有秀澤來陪伴我們 進行這個直播 我們還有幾個問題想問一下 請你為主演 我們先問一下 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安利的小朋友呢 因為馬上就要正式上線了 因為我拍的時候我就聽說 這個戲的打戲 打得非常帥 好像還是瑞賢跟我說過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哦 這個戲的打戲非常帥 然後我們的後台工作人員呢 有一個小小的不請之請 要扣一下試試 這因為大家經過了 整密的計算 好像是因為你那邊的流 導致了大家有回聲 所以大家想讓你 就是回答完之後 哎 誰給施澤 逼麥了 誰把麥也逼了 沒有回聲啊 我把他斃了 然後就 哈哈哈哈 真是對不起 施澤 施澤 你成全了我們 是不是 施澤重新靜一下就好了 我們已經 在山頂待了二十多分鐘了 對 哎 早知道那個 一同有這個權利 就一開始斃了 我再 我再邀請一下他 好好好 我們先等施澤回來 看聲音能不能好哈 原來 原來施澤是從山頂 跑過來的 文俊 哎 你你你不染髮啊 我真的適應不了 好了嗎 這回過了你各種顏色的頭髮 好像好 哈哈 可以了哈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那奇怪啊 我也沒有連著和其他的東西 安利一下這部劇 哎 施澤 啊 啊 接著跟我們分享一下吧 安利一下 我怎麼聽不見你們說話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那邊就是奇怪了 肯定是有問題 啊 你說 能聽見嗎 啊 一點點 給我們安利一下這部劇 自由發揮 啊這個劇 嗯 造型特別好看 然後 算是我幾個古裝劇裡 我覺得造型就是比較不一樣的一個版本 然後其次我剛才也說了打戲特別帥 然後 我這個人呢也比較有故事感啊 所以也也也比較有懸念 但是不能劇透我也能說的很少 希望大家 多多捧場 好嘞 我們也期待著演員楊世澤在這一次劇中的精彩表現 好不好 我們明天記得去愛奇看我們酒消寒夜暖 接下來貓磊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嗯 這個戲除了打的特別漂亮之外呢 這個戲的給我留下的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暖 很少有的啊 因為我們要嘛看了就比較大題材沉重 要嘛叫純純的纏戀愛 我覺得酒消寒夜暖 清華在於一個暖暖 對 我有一個暖女 是吧 暖女啊 她有個暖男場 還有個暖暖 告訴我們還有更暖的第三者 那不算第三者 那算一個暖的追求九者 都挺暖的 相信你們看了這部戲也會感覺暖暖暖的 哦 明白 希望我們通過酒消寒夜暖 能感受到這個劇傳遞給大家的分別 好嘞 我們也期待貓磊哥的精彩表演 我們聽一下十二姐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看這個劇 因為呢 我看過這個劇的劇本 我很喜歡這個劇本 它中間對於愛奇的 它有很多新穎的愛奇的段 還有很多有趣的設置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 所以其實從看點上來說 傅老師是 已經幫我們總結了 就比別的劇有很多不一樣的看點 對吧 因為我就是她的閨蜜啊 我在那個戲裡面 就專注於去那個 追蹤她倆的那個感情線 真的好對不起楊世澤 又好想笑 她一走世界都清醒了 什麼 我說好對不起楊世澤 又好想笑 笑什麼啊 我現在聽不見你們說話 你們先聊吧 就剛才應該是一同又給你閉麥了 一閉麥世界又好清楚 現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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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話還是很清晰的 好 想問一下十二姐 今後會多多在影視區裡跟我們見面嗎 會吧 有合適的 就 我喜歡演的我覺得很相近的 他們當時叫我去演 就是說這個戲裡面有公主抱 我一聽我就去了 哈哈哈哈 唉 十二姐一來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原來讓我演的這個角色是這種人 什麼時候能夠安排一個 一個非常知性的女性角色 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其實在這次我們的劇中也實現了自己的這個小願望 是不是 一下演了古代的知性 不是 不是 這個戲裡邊這一點都不知性 主要是八段 終於自己說了 明白了 那我們就期待著十二姐下一次給我們演一個知性的角色 好不好 好 我們小小的期待一下 那麼到這裡呢 我們即將進入尾聲 我們剛才不是一同幫我們截過一次屏嗎 有一些幸運的粉絲被抽中 我們這一輪要請文俊來給我們截屏 我們還是一樣發送關鍵詞 九霄嗚嗚對0225見 然後呢大家彈幕刷起來 一會兒老B幫我們喊一個321的口令 我來截屏好不好 好呀沒問題 來唄 好嘞 那準備開始 嗯 九霄含印0225 開播 3 3 2 1 好截屏 讓我們恭喜ID為PII蝴蝶 還有夜餅小食X 還有餅乾不荒 恭喜3 我們的粉絲朋友們 我們的官微會在5天內跟你們聯繫 送上我們精彩的周邊 那麼到這裡呢 我們就像還有了首場這個線上的直播 即將跟大家說再見了 但是我們也會爭取多多的 以這個線上直播的直播 跟大家見面 一起邊聊邊看的 這樣子 麻煩一同先幫我們關一下試者的Mine 然後我們一次請我們五位主演 再來跟我們最後做一個分享和案例 然後到試則的時候 我們先把它打開 先把那個給閉掉 好來我們一同先來分享一下 分享啥 我沒聽清楚 就是最後跟我們來打個call 安利然後跟大家說再見 哦 我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我剛剛我的daddy 已經把我想說的說了 我覺得我們這是一個很暖的劇組 然後整個都是圍繞的暖 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後也會覺得心裡暖暖的 還有就是我們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劇 很多的元素在裡面 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一定要來看明天八點鐘 明天八點鐘 現在趕緊去點預約 大家呼朋引伴 然後接下來老B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拍這個戲很開心 然後之後其實一直都想演一個比較灑的 然後之後 呃 吳立之滿分的這麼一個上天入地的人 然後這一次也完成了一個這樣的夢想 然後看到 從一開始看到劇本就很喜歡 就一定要來 對 然後拍攝過程大家也都很開心 然後 呃 說說笑笑 對 所以希望這個 呃 還是回到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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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八警的話題 就是明天晚上八點 對 呃 大家記得收看我們九霄寒夜暖 好的 一定要準時收看九霄寒夜暖 接下來有一個重要的行為 請一同把市澤放出來 放出來 来 都拿走来 来 我不听你 来呀 在哪儿啊 好 世泽 看我了吗 啊 最后跟我们说再见 然后安利一下酒消寒夜暖 OK 好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部诚意满满的作品 然后造型也好看 打戏也好看 然后也甜 所以就没有什么不看的理由嘛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可以给我闭卖了 谢谢 辛苦你了 委屈你了 一同把它放进去吧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帽磊哥 跟我们分享一下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明天八点钟 晚八点来看我们的酒消寒夜暖 我们不光美 不光暖 不光甜 还有就是我三年以来 头一次演喜剧 啊 还是很轻松的 大家看看我喜剧的表现 好嘞 看看我们帽磊哥在喜剧中的呈现 好 首二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这个戏明天大家一定要看 因为它其实还是一个探案剧 所以它中间会有很多精彩的探案的细节 包括一些推理 就非常非常幽默 然后又非常的严谨 然后同时也很甜 然后拍的时候剧组的氛围就很好 相信这部戏会陪大家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啊 很快乐又很甜的时光 我们再次感谢五位主演的分享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最后要来一个大合照 我们这一轮的合照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不一样的花式笔心 然后我们来一个主演的大合照好不好 你怎么笔心都可以 大家一起来截个图 花式笔心 花式笔心 对 那他这样呢 我那我这样 其实我觉得一同跟文俊应该一块 你俩可以 那我们不合适嘛 对吧 但是我们好像是反的 我这边是跟你对着的 那边 这边是吗 这样的是吗 对对对 你得对一下 对齐一下 我找一下哈 真是给自己找麻烦 这个姿势好僵啊 好我们来三二一 祝九霄寒夜暖开播大吉 大家截个图 好嘞 再次感谢各位主演的陪伴 到这里呢 我们爱奇艺九霄寒夜暖的上线直播 就要正式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 现在去点预约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我们上线更新的精彩剧集 九霄寒夜暖 对大家要去预约 快去预约 点预约 然后明天晚上八点钟 在爱奇艺正式上线 我们的主演们也会陪着大家 继续边看边聊 跟大家说再见吧 谢谢大家的陪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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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等一下我最后把世子给放进来一下 世子你可以说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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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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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